最近几天,无论是朋友圈,还是各大社交平台上,很多人应该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旅游气息。 今年的五一假期,是疫情防控放开之后,除春节外的第一个小长假。 而相比往年的三天假,在调休下,今年的五一能休五天,这也激发了人们的出勤热情。 而相关报道披露的数据,也都可以说明五一的火热。 据4月21日澎湃新闻报道,携成平台上五一国内邮订单,已追评2019年,同比增长超7倍。 出进油预定,同比增长超18倍。 美团和大众点评的数据显示,五一国内邮订单,较2019年同期,增长约200%,创五年来的最高记录。 另据4月23日北京青年报报道,五一国内机票预定数量,超过2019年同期, 且平均票价涨幅达39%,部分热门航线的经济舱,更是直接受计。 至于高铁等火车票,之前就有消息称,五一抢票堪比春运,多条热门线路,瞬间秒空。 从同比看,去年国内仍然笼罩在疫情之下,所以,旅游相关数据,出现同比暴增并不奇怪。 但是,今年跟尚未发生疫情的,2019年相比,国内邮订单,还能追平甚至超过,表现确实超出预期。 这也导致,部分热门旅游目的地,出现了毁约潮。 一些用户,原先预定的民宿,纷纷被要求退订。 民宿老板的理由,千奇百怪,有说在装修的,有说换老板的,甚至还有说倒闭了的。 之所以会这样做,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没料到,五一住宿,能这么火爆。 想让原先预定的用户退订,自己好卖出更高价格。 而用户主动取消订单,也能让自己毫无损失。 当然,并不是没有较真的顾客,但无非就是向平台投诉。 而有些民宿,也已经遭到了处罚。 1.5倍罚金,还有降低流量的处理。 但比起五一的盈利,商家肯定还是愿意接受处罚的。 况且没了这个平台,还有其他平台,前面赔得底调。 现在逮到机会,肯定能多捞一点是一点。 我们经常会讲,这些商家破坏了契约精神,对以后的经营,非常不利。 但这话实在太虚,身处旅游目的地的民宿,有几个会指望回头客的。 三年憋屈下来,多少店家已死,剩下来的,怎么可能不只顾眼前。 再说了,败坏当地的名誉,它一个小小民宿,又怎会关心? 坏处大家杯,好处自己拿。 从市场角度看,这样做的逻辑很合理,只是道意上,让人无法接受。 疫情的时候,他们哭诉创业不易,救救我们。 疫情刚结束,就立刻毁约,做地涨价。 无论人们,怎么评判他们,这些现象,也从侧面证明了。 国内旅游市场火爆,是正在发生,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不是总有人说,经济不谨记,生意越来越难做,钱越来越难赚。 怎么旅游市场,还能如此火爆。 让我们先从黄金周的诞生说起。 时间回到,1998年,彼时东南亚金融危机,正在肆虐。 中国经济也正处于,严粮不均的状况,外有金融危机,造成外貌乏力。 内有国企改革,进入肯硬骨头阶段。 在此背景下,黄金周出台了。 1999年,国务院决定,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,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,形成七天的长假。 并于2000年,将该放假方式,确立为黄金周制度。 这一制度,可以说是促进消费,拉动内需的一项重大举措。 而黄金周假期,也确实是推动了旅游业,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。 2000年五一期间,泰山景区就曾创下,一天接待5万人以上的最高纪录。 有收入提高,就会促进就业,和小长假相关的旅游业、零售业、餐饮业、交通运输业,都是很多人的饭碗。 1998年,全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数,为183万人。 1999年,黄金周实施以后,旅游直接从业人数,就激增到512万人。 截至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,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,达到了44,989亿。 这里面,黄金周和小长假,当然功不可没。 除此之外,今年的五一,又十分特殊。 这是疫情波风过后,第一个,真正意义上的长假。 被疫情困了三年的人们,无论有钱没钱,都被憋坏了,盼望着,能够出门旅行。 不管是到哪里,近郊游也好,长途游自驾游也罢。 根据自身条件,许多人都会选择出门放松。 就不说即将到来的五一,今年春节,疫情基本消停后,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,开启疫情前的旅行节奏。 无论是商务旅游,还是家庭旅游,在疫情后,都有了真切的恢复动力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旅游市场的火热,在一定程度上,和经济大背景的好坏,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。 除非是过去那种赤皮年代,百叶凋零,否则的话,只要手头有点积蓄的,都会有旅游的需求。 经济景气与否,或许会影响到,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。 但随着旅游观念的转变,人们的旅行意愿,至少暂时不会受到,过度压抑。 还有,旅游开支,占家庭收入的比重,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。 如果一个家庭,年收入二十万,拿一两万元出来旅游,还是可以兑付的。 哪怕是月收入不足五千的年轻人,买张火车票,到一个城市穷有几天,也能够负担得起。 所以,只要出行条件允许,旅游出行的需求,自然会率先恢复。 此外,受益于国内高铁网络的四通八达,如今到各大旅游目的地的时间,大为缩短。 这也给旅游市场的火爆,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。 这段时间来,无数人赶往自博打卡,除了风口正进流量起飞,交通便利,也是因素之一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五一到来之前的这波旅游热潮中,贡献最大的,其实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人,和退休老人两大群体。 上班族平时难得有假期,这是肯定的。 而从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,平时占领各大旅游景点的,超过半数以上,都是当代大学生。 这主要是因为,这些年轻人,没有太多负担,说走就走,也与现在偏高的青年失业率有关。 至于退休老人群体,大多是因为有钱有闲。 当下城市的老人,依然拿着每年都在上涨的退休金,基本不受,经济形势影响。 俨然已成为旅游市场的,一大主力军。 但大学生,和老人群体,恰恰不是社会的生产力,当然更不是推动经济复苏的主力。 所以,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。 当前旅游市场的火爆,主要是疫情后的补偿性需求所致。 但是,跟国内经济复苏与否,可能关系不大。 而且,不仅与经济复苏,关系不大,如今对经济的拉动,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 旅游固然可以带动,交通住宿饮食等消费。 但眼下各大景区,人满为患,更多只是体现,人既望,人们的消费能力,恐怕还是大不如疫情之前的。 就比如,疫情过后的春节假期,全国旅游出游,3.08亿人次。 已经恢复至,2019年同期的,88.6%。 但国内旅游收入,3758.43亿元,只恢复至,2019年同期的,73.1%。 这说明,人们的消费能力,受创严重。 而各地,为了拉动消费,促进旅游经济,纷纷推出了,各种优惠措施。 很多景点免门票,也是吸引大把年轻人前来的一大原因。 前阵子,黄山推出限量免票活动,吸引大量游客涌向当地。 即便如此,很多游客上山后,并没选择酒店住宿, 而是扎堆在宾馆大唐免费过夜,成为热议话题。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,人既望消费区。 这就意味着,我们不能从旅游市场的火爆,就推断出,国内消费的火爆。 更不能就此得出,国内经济已经全面复苏的结论。 毕竟,旅游消费,只是内需的一个方面, 而内需,也只是经济的一部分而已。 人们愿意出门旅游,不等于在其他消费上,就会大手大脚。 事实上,眼下颇有些反常的地方就在于, 服务消费火热,但商品,特别是非必需品消费低迷。 别看旅游出行热气腾腾。 在其他项目开支上,人们依然十分谨慎。 房地产就不说了,在汽车消费方面, 尽管今年初以来,各大车企,竞相打着促销,力度空前。 但乘用车销售业绩,依然十分惨淡。 根据4月初,成联会发布的数据, 今年一季度,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,13.4%。 而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,也是一直在下滑。 根据相关报告显示, 2022年全年,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, 约2.86一台,同比下降,13.2%。 而截止2023年4月2日,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,和2022年相比, 非但没有实现复苏,反而继续下跌了,约4%。 所以,从人们的消费含金量来看, 旅游市场虽然火爆, 但对整体经济复苏, 却不能抱太高的期待。 当然,人们的旅游热情, 从某种角度说, 确实能反映出一种信心的存在。 如果对未来很恐惧, 谁还有心情出去玩呢? 但如果不好好呵护, 那么这种信心, 可能就会很短暂。